张昭和陆迅是孙权的两位重臣 张昭以脱骨之众辅索孙权 帮助孙权坐稳江山 陆迅是江东上游统帅的后起执修 为孙权立下了盖世之功 然而这两个人的玩景却十分凄凉 张昭被冷落 陆迅被逼死 那么张昭为什么被冷落 又是谁逼死了陆迅呢 敬请关注一中天拼三国之冷暖人生 公元二百年 孙策处死 十八岁的孙权接管了父兄的基业 但此时 孙权面临的情况是 外有强敌曹操的威胁 内有江东士族不肯臣服的忧患 孙权接手的政权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前景并不乐观 然而 就在孙权惊魂未定一筹莫展之时 孙策的旧臣张昭犹如晴天巨珠 为他撑起即将塌陷的天空 张昭鼎力支持孙权 心甘情愿地拥戴和护走孙权 帮助他建立威望 稳定民心士气 往狂澜与祭导 赴大上之将心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大功臣在孙权称王之后 却备受孙权的冷冻 这是为什么呢 孙权与张昭有什么矛盾呢 厦门大学易中先教授做客买家讲台 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冷暖人生 我们上一集讲了孙权是很会用人的 由于孙权会用人的 所以孙权的阵营呢 可谓是人才济济 可惜的是他们命运不佳 怎么不佳呢 有些人寿命不长 周瑜三十六岁 鲁树四十六岁 吕蒙四十二岁 活得长的是张昭 八十一岁 还有陆迅六十一岁 但是张昭和陆迅的命运呢 也不这么好 张昭受到冷落 陆迅被逼死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说张昭 张昭是什么人 我也不用多说了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他是孙权的大功臣 孙权接班的时候 如果不是张昭率群了 立而辅之 孙权的位置就坐不稳 如果不是张昭帮孙权打理一切 孙权的事情就搞不定 孙权接班的时候 张昭干了些什么事 上奏朝廷 下令郡县 安排官员们各就各位 这些事情都是张昭帮他打理的 打理这些事情 张昭就已经很像一个宰相了 所以当孙权决定立丞相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张昭 当然是张昭当丞相 孙权设丞相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在他当吴王之后 当皇帝之前 就开始认为张昭就开始设成相了 事情在黄武年间 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 理所当然就是张昭嘛 结果孙权没有任命张昭 孙权任命了一个要孙少的 孙权解释说 这个如今那是个多事之求 丞相这个工作呢 那任务是很重的 张公年纪大了嘛 怎么忍心让他担任这么重的职务呢 这不是优待他呀 那么孙少当了几年成孝以后 就去世了 又要选丞相 大家又说张昭 孙权又不同意 任命雇佣为成交 从此张昭就永远的 失去了当丞相的可能 那么在孙权称帝以后呢 张昭就写了个报告 说老陈身体不好 我所有的职务和权力都交出去 退休了 申请退休 孙权说退是退 不要休吧 或者休是休 不要退吧 又给了张昭一些荣誉的职务 但是是本来 基本上本来上朝了 张昭没有办法 他本来是惊天伟地的 他大干一番事业的 没有办法 只好回家去住书立书 那么孙权为什么 一而再再而三的 不让张昭当丞相呢 四种说法 第一种 孙权薄情 就孙权这个人呢 一方面重情 另一方面他薄情 王恩费 比方说他对孙侧 就万恩负义 他这个权力谁给他的 孙侧交给他的 但是他当皇帝以后 他没有追封 孙侧为皇帝 他追封了孙奸为皇帝 孙侧封了个王 长沙还王 孙侧的那些孩子 都封侯 他自己的儿子 刚生下来的 都挖挖叫了 他就封王了 孙侧的儿子 他只封侯 所以有人说 他忘恩负义 另外我们再看 周瑜 鲁树 吕蒙 他们的后代怎么样 优待一下就没有了 往往后面都没有下文 三个家族 也没有成为江东的大族 所以有人说 他不用张昭呢 是薄情 但是这个说法 有点问题 就是一般说薄情 是人一走 茶就凉 张昭人还没走呢 茶怎么就凉了 所以这个不大说在过去 第二种说法 叫季恨 孙权 季恨张昭 为什么季恨张昭呢 因为赤壁之战的时候 张昭是主张投降的 而且我们也讲过这个故事 孙权称帝的时候 讲这都是周公锦的功劳 张昭也站起来 准备发表一番歌功颂德的言论 孙权把他直说 张公你就算了 正当年要是听了你的话 现在已经讨饭去了 要季恨他 而且逻辑上也讲得通 对不对 正如果投降了曹操 有皇帝当吗 没有皇帝当 正当不上皇帝 你能当丞相吗 也当不上 对不对 既然你原本就是当不上丞相 这回也不要当吗 但是这种事情 你一次就够了 对吧 你要羞辱他一下 或者报复一下 第一次就够了 有人说这个其实不是记恨 是个立场问题 说这个孙权的怀疑 张昭立场不坚定 其实这个也不必 因为赤壁之战以后 曹操曾经给孙权写了一封信 讲条件 说如果你把张昭和刘备杀了 如何如何 如果你舍不到杀张昭 光杀刘备也行 那曹操把这个张昭 列入了他的黑名单 就等于证明张昭 对你孙权来说是立场坚定的 凡事不是敌人拥护的 咱们就要反对 所以这个恐怕也不同 第三种说法呢 说孙权不是记恨 是记忆 是怕张昭 陈寿就有这个说法 陈寿说张昭不能当丞相 是以言见淡 以高见万 就是张昭这个人太严厉了 所以孙权 害怕他 张昭这个人太高尚了 所以孙权疏远他 这个也有证据 我们知道这个孙权接班以后 是以师父之礼来对待张昭的 也是把张昭当老师的 就既当书也当老师 张昭呢也当人不让 那你既然把我当老师嘛 我就要有个老师的样子 我就管理 孙权呢 其实是一个很鹦鹉的人 他喜欢打猎 经常是亲自骑着一匹马 就出去打猎 射老虎 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老虎的前爪 抓住了孙权的马鞍 很危险 这个时候张昭就去挡恨 张昭说一个做君王的 驾驭的应该是英雄 而不是骏马 对付的应该是敌人 而不是野兽 这不是一个人均该做的事情 孙权说 不好意思 年轻嘛 不懂事嘛 我下回补了好吧 好 孙权是不骑马 打老虎了 改坐车 孙权发明了一个车子 摄虎车 自己坐在车子里面 拿个箭 还是射 就这样 还是有老虎 或者别的猛兽 扑到车子上来 孙权亲自 去杀这些猛兽 很高兴 很开心 那张昭一看 这怎么又 这老头子又去唠叨他 你这样不对啊 做人均的 不能这个样子 也就是这道理 这个孙权就只笑不达了 笑一笑不回答 操作 在这里我们也看出来 这个孙权和张昭 他们这种家庭感 你看是不是有家庭感 在这个故事里面 张昭呢 像个婆婆妈妈的大叔 孙权呢 像个调皮捣蛋的侄子 就这么个感觉 这个唠唠叨叨的 没完没了 哎呀 你出门了 多加件衣服啊 天冷啊 被子有没有盖好啊 这个老灯被子 就这种感觉 这也没有什么 我们经常也看到 是不是大管家 管着那个小少爷 有这种事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人他是要变的 第一 这个侄子 他要长大的 而且他越做越大 他做到皇帝的 等他越做做大 做到吴王 做成皇帝的时候 你还是个唠唠叨叨的大叔 这个事不灵了吧 但问题是张昭他不变的 应该是孙权称吴王之后 有一次在武昌钓鱼台 我再说一遍 武昌就是现在的 湖北省厄州啊 厄州是临长江的 江上的有一个钓鱼台 不是咱那个钓鱼台 国宾馆 孙权在那搞了个钓鱼台 宴会厅 有一天晚上大宴群城 所有人都喝得七歪八倒 孙权那块大醉 你看着大家都歪倒这个地方 这来人呐往他们脸上洒水 洒冷水 把他们弄起来 来来来 继续喝 今天非得有个人坐在台上掉下去才行 那才算喝好了 张钓听了这个话以后 脸一拉 一句话不说 出门到他那宝马车上坐着生闷气 孙权 张钓呢 说张钓回趟到宝马车上去了 真的生气 孙权说 哎呀张工啊 今天晚上不是很快乐吗 干嘛呢 生什么气 张钓做 快乐 很快乐 告诉你说 当年阴咒网 把酒糟堆成山 把美酒做成池子 整天整天 整夜整夜的喝酒 他也说很快乐 他没说不快乐 孙权没有办法 散会散会 所以这个是让孙权扫兴的 所以孙权第二次解释他为什么不认命张钓做成像的时候 孙权就说得很清楚 说大家知道成像这个职务的重要性 而且成像这个职务是要跟所有人联系的 子宫性刚 这位老人家 性子太刚烈了 当了成像 人家肯定要提建议 提意见 要建言献策 参政 意证 对不对 那这些意见 如果他他多半是不会接受的 因为他刚啊 刚毙 他不接受他的意见 最后还不是弄得怨声载道 还不是弄得麻烦很多 这个不是害了张公吗 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张钊这个人不合适当成像 但是我们要问孙权选的那个孙少 他就合适吗 根据前面易中天先生的分析 在张钊能不能登成像这个问题上 孙权给出的解释是 张钊尽管水平很高 能力很强 功劳很大 但此人言行举止过于危言 性格过于刚烈 容易惹麻烦 遭暴力 因此张钊的丞相之路就此挡住 孙权任命了一个叫孙少的 担任东武第一位丞相 那么孙少是何举人 他难道比张钊更适合 这个丞相之位吗 好像也不合适 孙少这个人我们知道 是在三国志里面连转都没有的 第一任丞相连个转都留不下来 可见他没干什么事 我估计他就是没干什么事 那么孙权为什么选他呢 因此有第四种观点 就是孙权选择的第一任丞相 原本就是个摆设 原本就不打算用一个什么相材来担任 关于这个问题的田玉沁先生是谈过的 田玉沁先生在谈到张钊 为什么没有当丞相的时候 他说 他说 一方面的张钊这个人的一直是不直接主事的 就从来没有直接管过事的 另一方面的孙权这个人一直是大权在握的 就是说 根据田先生的研究 张钊这个人的重要性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 前期他是很重要 慢慢的慢慢的就不直接管事了 但是我们就会问了 既然张钊原本就不那么重要 孙权又不希望他的成相重要 那么用张钊这个原本并不重要的 去当那个并不希望重要的成相 不是很合适吗 这又怎么解释呢 解释很简单 就是张钊不很重要了 是因为他不直接主事 他没管事 他一管事 他就重要了 他一当成相他就管事了 他一管事他就重要了 他一重要就变成什么结果呢 是变成是张钊也变重要了 成相这个职务也变重要了 而孙权是既不希望张钊太重要 也不希望成相太重要 所以他绝对不能用张钊来做成相 讲清楚了吧 那我们下面又要问了 孙权这个考虑 他主要的是不希望张钊重要呢 还是不希望成相重要 到底不希望哪个重要 我们先说张钊 孙权肯定是不希望张钊太重要的 为什么呢 张钊非同一般 前期那些老臣 周瑜 鲁树 吕蒙 这些人 在孙权 摄成相职务之前 已经去世了 那么老一代的 老一辈的 就是张钊 而张钊又是什么呢 脱骨之成 而且孙策是说了这样话的 若众谋不认识者 均便自取之 当然这个话的是 孙策的非常之托 张钊也不会动不动就会 把这个话拿出来的 总归 不说很吧 或者不自在吧 万一拿出来的 万一他作为丞相提出的建议 和吴王的决策 发生了冲突的时候 就是项权和黄权冲突的时候 他把这张牌打出来怎么办 那时候听谁的 而且事实上 张钊也以脱骨之势自助 张钊退居二线以后 基本上就是不来上班了 是吧 后来遇到一点事情呢 这个孙权就去找他 到到他家里去看他 张钊本来是坐 跪坐在那个席位上 一看孙权来了 来了以后 张钊马上避袭 避袭我们讲过了 避袭来表示尊敬 孙权马上跪坐 就是伸直腰子 坐下来 张钊请坐 坐定以后 张钊就说了 说想当年 桓王和太后 就是孙策和吴夫人 不以老臣属陛下 而以陛下属老臣 这句话很重 就是当年孙策和吴夫人 可不是把老臣我交给你 可是把你交给老臣我的 讲清楚了这个账 谁归谁管 可惜老臣这个人不知趣吗 都会说话吗 不会讨人喜欢吗 所以受冷遇吗 老臣以为这一辈子就死在荒郊野外了 没想到陛下还来看老臣 看过去看 老臣这个人 这个性子是不会改的 老臣之所以这样做 就因为太后和桓王托付了老臣 所以老臣想什么就说什么 要老臣琢磨着别人的心思 说人家喜欢听的话 老臣做不到 那这孙权没办法 你该怎么说就这么说吧 也是不爽的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家和元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孙权已经当皇帝了 辽东太守 魏国的 辽东太守 公孙渊 他装模作样的 向吴国称臣 那么 孙权就封他为燕王 然后派了一万人 两个重要的大臣去封王 大家都说 这个公孙渊这个人是靠不住的 这个人反复无常 是个小人 他肯定是忽悠我们的 我们就把他的使节 打发回去 给些钱 给个什么证书 就给他算了 孙权高兴得不得了 说不行 隆重的封他燕王 所有人都去劝 没有用 张昭也去劝 还是没有用 然后呢 张昭说一句 孙权就搏一句 张昭说一句 孙权就搏一句 两个就说着说着 话敢话 越敢 这个就 矛盾就越尖锐 最后孙权忍无可忍 把刀拔出 张公啊 我们无国的世人 进宫败政 出宫败君 进了我皇宫 是败政 出了皇宫 人家跪拜的都是你 正对你也够给面子的了 可是张公你从来不给正面子 每次都是当着这么多的人面 跟正顶撞 正可是要犯错误了 正可是忍不住了 正要犯错误了 我要杀你了 张昭也不说话了 盯着身权看 俗事 看着又看 然后说 陛下 其实老臣也知道 不说白不说 说了也白说 为什么还要说呢 太后的遗言言有在耳啊 太后祖父臣的那些话是什么时候说的 是太后临终之前把臣叫到她的床跟前说的呀 然后泪流满面 提泪纵横 孙权把刀一扔 也哭了 君臣二人抱头痛哭 但是孙权哭归哭 作归作 哭完了散了会以后 他还是把人派到那个辽东去了 张昭一气之下再不上朝 而且事实证明这孙权是错了 那孙权派过去的使节到了 辽东就被这个空孙员给杀了 张昭再不上朝 孙权说好啊 你不上朝 来人呢 用土把张昭的门给我垒起来 把他家门封起来 张昭说你会封门 我不会封吗 我在家里面挖土封 他在里面也七个墙 把门封起来 孙权拿他没办法 孙权只好借一次外出的机会去看他 在外面喊 你们没人打理 孙权一路之下 他放火 就放火 放火了以后张昭在里面说 把门关给我关得更紧一点 把所有门都关起来 让他收 孙权没有办法说灭火灭火灭火 灭火灭火 灭火灭完了以后 没办法 孙权只好站在他家门口站着吧 罚站嘛 这个时候张昭的儿子也知道这个事不能再这样闹下去了 人家毕竟是皇上 于是把张昭从床上弄起来 拿个担架抬着 抬出去 然后跟孙权一起进攻 孙权还做检讨 深刻检讨 你想张昭这个时候已经是半退休状态 退居二线 还这么硬 还这么厉害 他当了丞相还得了 所以孙权不希望张昭太重 孙权也不希望他的丞相太重 你看看他的几任成相 第一任 孙少我已经说了 连个传都没有的 估计是个阿弥陀佛的 第二任 雇佣呢 也很会做 雇佣做成相 他有几个原则 第一 他从不主动说话 孙权问他才说 第二 他从不背后说话 当面跟孙权说 第三 他从不像张昭那样 慷慨成词 说个没完 他往往是一两句话 比方说张昭 有一次开会的时候 张昭又起来 慷慨成词了 说现在呀 这个刑法呢 也太烦了 赋税也太重了 民不聊生了 我们要改呀 什么是如何 发到一通 孙权不说话 等张昭说完了以后 孙权知道回过头来 来说丞相的意见呢 雇佣只有一句话 曾听说的和张公说的一样 没有 所以雇佣是把丞相当顾问来的做的 这就摸准了孙权设相的心思 孙权要的就是一个顾问型的丞相 而不是一个总理型的丞相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到位不越位 帮忙不添乱 有事做顾问 没事做象征 所以雇佣做对了 一座十九年 七十六岁 去世 受众正经 善终 根据前面 一中天先生的讲述 孙权 任用孙尚和顾庸 不用张昭 是因为孙权对丞相之位 有自己的设想 他要的是一个顾问型的丞相 而不是一个总理型的 因此 张昭的受冷落 我们就好好理解了 而在孙权的第二任丞相 顾庸去世之后 孙权启用了大名鼎鼎的陆迅担任丞相 陆迅是东吴后期升起的一颗心形 其才能与周瑜不强上下 但奇怪的是 陆迅仅仅担任丞相一年 就被逼而死 这是为什么 难道孙权的丞相之位 就只能是一个无用的反射吗 陆迅担任吴国的第三任丞相 是大有文章 就是陆家和孙家是有仇的 有国恨家仇 吕蒙担任上游统帅的时候 不是先生病后这个去世吗 孙权两次问他继任人 吕蒙说陆迅 陆家和孙家的矛盾 应该从袁迅说起 当时 陆迅的纵祖父陆康 是东汉末年的卢将太少 袁迅在授存时 因为没有军粮 便向陆康求人 陆康认为 袁迅是叛逆 呼吁逼参 袁迅大怒 派孙策去挡陆康 这场战争 足足打了两个 最后成被攻攻 70岁的陆康 也在一个月以后 发力而死 当时追随陆康的陆氏中途 一百多人 也受尽了困难 差不多死了一半 所以陆家和孙家 是有博恨家传的 孙权对陆迅 也就不能 会有所保留了 但一方面 出于政治重要 孙权对陆家 不能不拢国记忆 另一方面 要是真重的陆迅 孙权也会有余 所以 吕蒙两次向孙权 推荐陆迅 孙权才认为陆迅 而孙权呢 对于陆迅呢 也是基于厚望的 陆迅接任以后 孙权和陆迅 有过一次谈话 这个谈话 记载在哪里呢 记载在三国志的 吕蒙传 独在陆迅传 在这个谈话中呢 孙权一一评点 周瑜 鲁迅 吕蒙三人的 功过得失 这绝对不是闲聊天 这是有用意的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 孙权对周瑜的评价 非常之高 说到了什么呢 说到周瑜是 秒焉难记 君经济之 说周瑜这个人 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了不起到是 不可能有人继承他的 不过将军你 今天继承他了 这是什么 这是把陆迅 看作第二个周瑜啊 这是基于厚望的 那么陆迅呢 也不负厚望 确实 卫生权立下汉马功劳 因此 在雇庸去世以后 陆迅就接替雇庸 成为吴国的第三任丞相 陆迅这个江东民事吧 真正做到了 出将 辱相 将相都当了 这也是陆迅一生的顶峰 但是陆迅担任 陆迅成相 不久 大概一年 就被孙权逼死 前面我们讲过 孙权的第二任太子孙和 和他的第四个儿子孙爸 争夺太子的地位 这个叫做南鲁党征 南就是南宫 南方的南 南宫指的就是太子 鲁就是鲁王 就是孙爸 这个时候朝廷当中的人 一分为二 叫举国中分 就整个国家分 两派 两大派 一派拥护太子 一派拥护鲁王 陆迅的是拥护太子 陆迅一而再再而三 跟孙权写信保太子 而且要求和孙权 见面谈一次 孙权不听 不谈 还不断地派人 到陆迅那里去 责备陆迅 与此同时 陆迅的几个外甥 因为拥护太子 被撤职流放 这陆迅周围的人 流放的流放 被杀的被杀 陆迅不断接到 孙权的责备 于是陆迅 非常的忧郁 非常的气愤 最后活活气死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陆迅之死 就死于南鲁党政 就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 这个斗争 但是奇怪的是 陆迅死了以后 太子党的二号人物 诸葛克 接替了陆迅 升官了 鲁王党的一号人物 二号人物 三号人物 也都升官了 那就说明 陆迅之死 绝不简单 是一个南鲁党政的问题 它背后一定还有 更深刻的原因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请看下集 秘流而上 陆迅作为江东四鹰匠之一 曾因火烧如贵七百里连营 而声名软压 孙权认为 陆迅有超市之功 文武之才 对陆迅是推崇备制 所以陆迅才得以出将入将 然而陆骏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 却突然被孙权逼死 孙权为什么要逼死 他一手栽培起来的陆军呢 敬请观众 一中天拼三国之 逆流而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